哈喽,大家好,我是来自美国的Liz 今天要跟你们讲的话题呢是 做极简的时候 你或许会碰到的一些困难时期 那这些其实我一开始 甚至没有开始做极简的时候 我就碰到困难 然后在一开始做极简过程的时候 碰到困难真的超多 然后我那时候就想做一个类似的视频 可是那时候我觉得我刚刚开始 我不知道我能面对的过这些难关吗 我也不知道我能坚持的下去吗 所以我不要把所有困难都讲出来 吓到你们 可是现在我做极简差不多一年了 然后我觉得我可以讲 因为我有这么多的经验经历 然后我也挺过来了 所以在遇到这些困难呢 然后而且在我每一个月 做这个极简日记了以后 我发现说 比如说我从第五个月 还第六个月开始 每一个月做一个日记update 然后我发现很多人给我留言 就跟我说 其实他们我的经历跟他们非常像 然后我就比较放心的去讲这个话题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主题吧 第一个呢 就是在做极简之前 我自己遇到的一个问题 就是无法开始 或者说不知道怎么开始 在很多人做极简之前的时候 你碰到的情况大概是这样 第一个 你家里太乱了 你很想把家里整理的干净 第二个 你现在不快乐 你觉得时间不够用 你觉得你 要找到快乐 要花钱去买东西 然后不知道 那很多的时候呢 不快乐的一群人 会去会觉得自己得了忧郁症 就开始去找医生啊 或者说买更多东西 来让自己快乐 那整理的那一群人 就是我 我之前的这一群 我上网去寻找整理的信息 那我寻找整理信息呢 出来就很多是商家给我的 告诉我 我要去买Honey Do的那个牌子 我并不说这些牌子不好 这些东西 他说可以整理很多很多 就是说容量超大 可以把你本来就是只能 我第一个就是说 他用类似那个 马蜂窝的那种整理的东西 一放到抽屉里面 你可以在每一个格子里面 塞入很多很多东西 或者本来乱成一堆的类裤呢 你可以一条一条放在里面 一下就很干净 那第二个呢 就是我找到一些信息 就在门后面挂一些东西 然后门后面可以利用那个空间 或者墙上面 再用那个东西张上去 可以挂更多东西 然后船铺底下 怎么再塞一些 就是它是under bed organizer 船铺底下的抽屉 或者是叫我买 直接叫我买一个三层楼 就是下面有三层抽屉 那么高的船铺 就是然后船铺就特高 那下面可以放进很多很多的东西 我当初想要整理的时候 我收出来的信息就是这些 告诉我继续买买买 于是我买了IKEA的这么大的柜子 因为很高 它那个超级可以融入很多东西 于是我每个门后面都挂一个收纳 收纳袋 叫over over door 那个一个东西挂在上面 每个门一打开 你会听到啪啪啪的声音 如果我开得用力一点 因为它那个袋子在后面砸着 然后船铺呢 我也用IKEA那种下面一打开呢 就有很大的抽屉的 我简直就是可以利用了家里所有可以利用的空间 然后还有就是洗手间里面挂了很多很多的勾勾 然后觉得上面每个勾勾挂一个塑料袋 可以用那些东西 所以在我没有找到最基本的整理方法 其实是应该把不需要的东西扔掉 我只是让外面的世界告诉我 继续买买买 于是我就走了一条弯路 直到后来后来 后来搬家的时候 我发现有东西太多了 我必须要开始下定决心扔东西 然后开始接触 认真的去接触极简主义的时候 我才明白 我之前走的那条路是错的 而现在呢 这个世界其实你们自己要 我们自己真的要很理智的去做每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 他们只是告诉我们说 你有这个问题 那你现在花这个钱 你买这个产品 你这个问题就解决掉 可是我们没有发现 最基本的是什么 也许我们应该扔掉这些问题 而不是拿更多的东西来 把这些东西转起来 这样你只会背得越来越重 人生的心理只会越来越重 所以呢 你们要知道 就是如果你们也在一个这样的情况 你要做的事开始扔扔扔 把不要的东西扔掉 而不是开始买买买 这个世界叫我们买买买 太容易了 我们自己是我们的责任 我们必须要理智告诉自己 不要再买了 好 所以呢 从开始做起最难 得到正确信息最难 说如果你们接触到我这个频道的话 你们是很幸运的 所以你们现在一定要下决心开始做 那开始做很多人不知道怎么做 我告诉你有多简单 把没有用的东西超过两年没有穿的衣服 先开始扔 或者说先从你的被当传单 多余的东西开始扔 把你有洞的袜子开始扔 这就是极简的第一步开始 先开始 再说 不要觉得说是很复杂的问题 我开始以为说极简就是一下子要把他 一天之内要所有东西都扔掉 于是我无法开始 因为那个任务吓到我了 No 你要以一座商 你要做的事 先把一块块石头扳开 不要怕 只要你开始了 你就是在正确的路上 然后下一点就是不要再去买任何收纳品了 收纳的柜子 你家里有的已经足够 你用了 不要再买了 那下一个呢 会遇到困难 就是家人 不是极简主义 我们的像我的话 我现在是家里 除了我妈以外 我是家里唯一一个在做极简的人 可是我也从来没有给自己理由 我有我的朋友就说 如果就算我做极简也没用啊 我家里的另一半呢 我的兄弟姐妹啊 或我孩子啊 我父母啊 他们超会往家里带东西 我有个朋友跟我说 他父母 去外面呢 看到任何好东西都想把他捡回来 他捡 他跟我形容 他父母就捡垃圾专用户 就是瓶瓶罐罐 好用的都会捡回来 然后看到人家什么 一些椅子也会捡回来 然后在里面看到一些 反正就什么东西都想要 就想把东西家里弄成垃圾 可是他没有办法 他永远做不了极简 就算他做他 他父母的话 也会一样把他把家里弄得很乱的 可是我要说的就是 不要给自己任何理由 这不是理由 所有人都不是极简 你只要从自己开始就可以了 我自己开始 然后当我家人看到我这样做 他们看到我结果是好 看到我更开心 看到我们家里更整齐的时候 他们会自然而然的被吸引过来 所以不用说去唠叨他们的 你要先从自己开始 即使你家里人有囤物症的话 如果是比如说父母的话 你说服不了他们 你如果可以自己有这个 有这个条件可以先搬出来 你可以先搬出来 搬不了的话 你自己在小房间里做自己的极简 你必须要先开始 不要给自己理由 然后下一个极简呢 就是在扔东西 下一个困难就是扔东西的过程中 我一开始头一个星期 我扔东西非常非常多 我头一个月之内 超级多 我很后悔 我那时候没有做一些 因为那时候刚开始做video我还没有做一些视频给你们看 但是就是堆积堆积如山的东西扔出去扔出去 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得了就是断舍离忧郁症之类的 就跟物品告别 我都不知道我对物品会有那么深的感情 然后还有一个很深的罪恶感 那些都是正常的 亲爱的那时候我以为是我不正常 我觉得我有忧郁症 还要说我这个人多愁伤感 正常的跟你 你十几年的东西 或几年东西 而且一下子扔那么多出去 你肯定会有那个困难 那要做的呢 我当初做的就是 我差不多有一两个星期 我都不想扔东西了 可是慢慢慢慢那个 泪酒感慢慢就离开我了 然后慢慢慢慢又开始扔东西 只是那一第二段的时候 我就扔的慢一点了 也或许因为我东西该扔都扔差不多了 所以我就扔的慢一点了 在那个时候呢 我就觉得我的 在扔的时候 我的情况就好多了 所以那只是一时的断舍离 你只是把不需要的东西扔掉 有朋友跟我说 他开始做那个时候 马上就停止扔东西 他不想再扔 他就为什么要过这种生活 世界上有这么多好的物质生活 我就想要吃喝玩乐 为什么要这样 对我同意 世界上是给我们很多 我也喜欢吃喝玩乐 我也喜欢这些东西 可是当吃喝玩乐 变成我们的负担的时候 但所有东西呢 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候 你就开始该扔的东西 你就单整理吧 开始扔的就扔一点 你不需要做那种家里空无一物的断舍离 家里空无一物的极简主义 你就做家里食物 家里五食物 家里一百物 你只要比之前 做得更干净 该扔东西扔掉 只买必要的东西 就可以了 不要给自己太高的限制 不要让那些完美主义的极简主义者 吓到你了 我到现在为止 我都觉得 我不是我离完美主义的 那个极简主义者是这里 Maybe I'm here 或许我是在这里 可是我比我一年前自己进步了 我就很开心啊 一定要抱这种乐观的心态 下一个呢 就是不要对所有 商家什么充满仇意 我们要做的就是控制好 我们自己 不要一开始就觉得说 哦那些人都叫我们买买买啊 我之前太傻了啊 或者怎么样 你可以醒悟过来 可是不要去恨他们 我们要做的是从自己身上开始 他们叫我们买 我们可以说的就是no啊 我不要买啊 就这么简单 所以不要把所有说 哦都是那些美妆博主啊 整天推销我一堆一些东西 不是都是因为 为什么他们整天做开箱的 那个视频啊 亲爱的 你不看就好了 或你看了不买就好了 有的时候他们开的一些箱 比如说我准备要买一个东西 然后我去看他们开箱视频 我反而可以让我决定 我要买还是不要买 在我买这个东西之前 我可以先看到里面有什么零件啊 怎么用啊 然后看他们一些review 就当你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东西适合我嘛 那我们还是要为自己负起责任 所以不要去仇恨别人 要负起责任跟我自己说 这个东西我需要吗 不需要我就不要买啊 需要的话我现在才买啊 所以这也说下一个困难期 就是买买买 很多人呢 做极简的时候 特别是购物款做极简的时候 他很享受的过程 就是扔扔扔 把旧的扔掉 然后重新买买买 买出一套更漂亮 更modern 更时尚的东西 然后就开始 很开心啊 因为我可以扔掉 然后可以重新买啊 又实现了购物的欲望 没有多久又把那些 就要再淘汰 然后再买买买 就觉得说自己断舍离 可是不对啊 亲爱的 你要做的下一步 就是卡掉你买买买的欲望 买买买里面呢 有好几种 第一种 你必须要买自己必须品 而不是去买想要的品 华俄不实的东西 那我在那个 怎么买买买 我有做过专门一个视频 所以我就不放在这里讲了 那第二个呢 就是要实现空瓶剂 空瓶剂就家里的那个用完了 你再去买下一个产品 那第三个呢 就是in and out的规则 当你要买东西的时候 同样类型东西 你要先淘汰掉 再去买新的 否则的话 何必呢 就是你又变成之前的团物证了 所以呢 下一个困难就是 理智的消费 很多人在这个地方也过不了 因为当你在 任任任 你可以在一个仓库 一个堆满东西仓库 你把它都扔掉以后 如果你不 不把进来的那个控制住 你不要多久 你的仓库又变成你做 断舍离之前的一个仓库 所以你一定要指导 理智的消费 最经常问自己就是 我买的这个东西必要吗 我在那个理财上面的 也讲过这些 就是要买 就是买必须品 而不是去买奢侈品 那下一个呢 就是 要知道我们身上的价值 跟我们拥有的东西 不是绑在一起的 很多人呢 觉得说 因为我拥有了这个 名牌的什么东西 就让我 我的整个人价值就提升了 让我理解 在某一些地方呢 有的时候 会以这些东西来评价的时候呢 你们会有这种感觉 就社会会觉得说 你这个人背一个什么包包 开一个什么跑车 就整个人的这个 对我们看的那个眼观都不一样了 所以就会促使我们去 买一些东西来证明自己 可是我们自己要很清楚 我的价值 跟我身上背的 跟我身上穿的 跟我身上的不同等 我的价值在于我内心的快乐 在于我是一个善良的人 在于我相关正确 在于我不被任何东西绑住 在于我自由自在的生活 在于我财务自由的生活 而不是让我花更多的钱 然后整天去为这些钱卖命 只是为了给人看到 一个光鲜亮丽的外表 当你们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 对断舍离 做断舍离就会简单很多 所以一定要抛开 这一个困难 就是要抛开之前的形象 之前的觉得自己价值 是因为这些物品来堆子的 即使你们不承认 其实如果你们是购物款 很多的时候你们把自己的价值观 会绑架在外物上面 觉得这些物品才会让我更有价值 更开心 想清楚了这一点 做极简就不难了 那下一个呢 做极简最大困难 就是无法丢掉纪念品 或者很有价值的 对自己很有价值啊 或者这些意义的东西 那我之前在做一个这个视频 就跟大家说过 如果这些东西 你家里有太多太多 都是别人送的礼物 我就有一个朋友 他家里是他自己的东西 没有什么 可是他堆满了几个抽屉 都是朋友送给他 比如说十几年前的明信片啊 然后甚至是送给他的一个 小小的一个羽毛啊 就几十个抽屉都是堆着 他又是那种朋友特别多的人 都放在那里 就是他家里堆满了 就是别人送给他东西 那我跟大家说过 我能理解这种心情 包括我自己开始 有的时候朋友 送我的一个很有意思的T恤啊 什么的话 我开始也是不舍得丢 甚至有一些 只是一个摆设的东西 还不是我特别喜欢 但是他说他去非洲旅游的时候 给我带来的 这些都是我舍不得丢东西 可是这些也是 我在搬家的时候 有的时候最想扔掉的东西 可是又是最舍不得的 因为用不上 只能摆在那里 然后我的房间已经够乱了 就摆了很多 然后又容易粘灰尘 打理台超级麻烦 后来我扔掉的时候呢 我就用了照相机 照相 明信片这些东西 和 如果是一个比较 大的 3D的这些东西的话 我会用那个录像 把它拍下来 来一个360度的那种 无死角的拍摄 然后讲一些 这是谁送给我的 这样子 然后把它file 在我的Google Drive里面 对我就是 我是比较nerly 比较酥呆的这种 我就很认真的 然后再把这些东西 送出去 就是把它捐出去 然后 以很感谢的心态 他曾经 有人这么想着我去的 去旅游的时候 还给我带回来 或我生日的时候 他们送给我东西 可是用不上了 我还是会丢掉 所以如果你们是那种 特别有感情的人的话 而且我告诉你们 一个好消息 就是在我做 Google Photo 和这个 video的时候 拍录像的时候 我会讲 我会在那个 他的file上面写上 这个是谁送的 送礼人是谁 然后是什么时间送 然后是什么 就是比如说是生日啊 还是他旅游的时候 送给我的 我反而以后要知道 谁送了给我什么东西 我直接上网 把这人名字输入进去 画一下 他所有的东西都出现 他送给我名片啊 送给我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的前男友 前女友 如果说他送给你 50件东西的话 你每一件都拍下 一下全在你面前 超级好用的 不要不要舍不得 有的时候就是 舍不得也是我们 最困难的时期 那最舍不得的东西 其实对我来说 是人们送的礼物啊 所有带有感情 因素的东西 是我最舍不得的 可是这些东西 如果你慢慢的 如果你是个人缘 很好的人的话 你会堆积很多 你不如用这个 反正什么东西 最后看起来 也只是一个记忆体 所以你不如把它拍下来 你以后还能看得到 然后 也是 也是就是差不多 你们要学会 横下这个心啊 那下一个呢 最难的就是朋友 家人 如果说 特别是 我们现在刚才 家人说过了 那如果是你很要好朋友 在我刚开始 做极简的时候 头三个月 我还是不停的 有朋友打电话 告诉我 那那些朋友 有一些喜欢跟我聊的 感情问题啊 喜欢跟我 出去一几天要买东西啊 就会打电话 跟我说 累死啊 出来玩嘛 然后我跟他们解释 说我做极简 可是有几个朋友 真的是不依不劳 直到六七个月 七八个月的时候 还有朋友说 问我是不是经济上 出了问题 因为我以前 所有人都知道 我是超爱shopping 超爱 就是出去吃 很玩乐的 可是我跟他们说了 以后他说 他就很真心的找我聊 他说你是不是 经济出了问题啊 我们出去聊天 我来付这些钱吧 然后我跟他说 真的不是这个问题 而是我真心 实意要做极简 所以当你下了决心的时候 会有这些 不旧的朋友 在你做购物款的时候 旧的朋友 旧的事啊 甚至有可能是 一些旧的三家呀 如果他们是做 就是A to B 就是直接上门 跟你推小东西 他们照样会来找你的 那我们要做的 就是下定决心了 然后直接明了 跟他们说 我要用另外一种方式生活 对不起 我可以说 我现在一年左右的话 来找我出去 关键的朋友 几乎就没有 他们已经知道 我很下定决心来做 所以 只要你 下定了决心 借掉那些靠物质来生活 或者用靠物质 来让自己更快乐的人呢 的朋友的话 你不求改变 他们 至少你 只求说 先把自己做好 当他们看到你 更好的时候 他们想改变 他们会来找你的 就这么简单 那下一个呢 就是或许你们经济有问题 你觉得扔掉的东西 或许有一天 可以用得到他们 还是就是舍不得 但是这个是因为你的 经济有问题 你觉得自己的经济 已经 就是花不了什么钱 来买这个东西 所以不想把旧的东西 给淘汰掉 这个我也理解 所以你们一定要问到 自己 会不会在未来的三年 用得到他东西 或这个东西在店里 你会把它买下来吗 它真的对你来说 是一个必要品吗 还是说只是一个白饰 没有用 一定是要有用的东西 或者对自己来说 特别特别 特别有意义的 意义的东西 那如果这个东西 你未来真的可以用到 比如说有些东西 你真的舍不得丢掉 那你现在就不要把它放 你就把它放在外面 把它用掉 这也是一个 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东西 特别是如果经济有问题的话 那还有一个困难就是 很多人呢 在扔东西的时候会想 I will just keep it just in case 就是以防万一 我以后会用到 以防万一我的女儿会用到 以防万一我的儿子会用到 或许我孙女以后会穿到 我现在穿的衣服 虽然现在过时 但是说不定十年 十五年以后又有复古分呢 到时候他们可以穿得到 就是这个心态 才会造成我们的存物症 就不要想到以后会用到 如果你现在用不到 很有可能 或者说你未来一年之内用不到 很有可能你以后也用不到了 还有一个呢 做断舍离的困难是在 你们想逃掉太掉的东西 你们不想把它扔掉 你们想把它换成一个有价值的东西 比如说你想把一件衣服 你当初买的是五十块钱买的 然后现在有点旧了 你不想把它捐出去 也不想把它扔出去 你只想把它卖二十五块钱卖掉 比如说 或者说你的一个投食品 你当初很贵买下来 然后你特别想要 你就觉得说 OK我现在实在是当初花太多钱 可是有的时候就一直放在那里 因为我可能一个小东西 根本就卖不掉 就算现在有所有app的话 一个耳环 可能就根本没有人要 或者说一件衣服要卖五块 可是真的就卖不出去 所以你就一直放在那里 觉得有一天会有人买 有的时候必须要下狠心 要不然你就一块钱卖掉 我当初大的家具 有一些送给朋友 然后有一些以非常非常便宜的 就比如说IKEA的 有一部分送朋友 有一部分我买的时候 是几百块美金 我卖的时候是以五十块美金 来卖出去的 那我当初是想卖多一点 比如说想卖二百 两百多三百多 可是一直没有人买 最后我就五十块 我想五十块再没人买 我就十块 五块都卖出去 那个东西我无法捐掉的原因 因为我根本没有办法 我自己根本没有办法 把它放在车上 让很大的车子 然后把它拆下来 再送到那个教会去 所以我必须有很便宜 很便宜价钱的 相当于办送的 让他们来想要柜子 人上门拆掉取掉 这样子一个情况 所以越大件东西呢 其实我愿意大家 尽量不要买一大堆 太大件东西 到时候处理非常难处理 那想件东西 如果是太小的话 你卖不掉的话 我建议就送人 或者就把它捐出去 捐给教会 需要人用就好了 不要一直放在那里 想可以换一点钱 这样你会浪费掉很多时间的 还有一个困难呢 我在做极简主义的时候 我不见识 第六个月 海地七个月 或第八个月 我就觉得 我已经进入很顺利的时候了 可是这个话 刚才说完的话 下一个月 我竟然经常做闷买买买 而且同时呢 这个一个 我最喜欢的一个帽 它打折打很厉害 周年庆就碰到 那个几乎就是 我最喜欢的一个周年庆 又是打折打很厉害 所有衣服都是特别 就是很潮的那种的 而不是说 不像是类似说 他们旧货 卖不出去才打折 它是所有新品都在打折 然后那个月 我刚刚说 网组纪检 对我来说很容易 已经进入一个稳定期的时候 那个月我就 进入到那种 超级想买买买 就好像一个人去国外 刚开始的时候 离家出国 一开始的时候 你会觉得 哇好新鲜 什么东西都新鲜的 然后觉得自己会很喜欢这里 可是可能过不了三个月 六个月 或者一年的时间 每个人时间都不同 就会觉得我超级想家 我超级想过去的一切 所以呢 这个事情在我身上发生 就实实在发生 我超级想买买买 那个感觉 就是都闷到买买买了 就是非常强烈的 那我当初在写日记的时候 我不记得是第八个月 还第九个月 我做了一个这个日记 我说进入这个下一个坎 就是想要买买买 那当初有很多的网友跟我留言 说如果这是你想要的 你就去做 如果真让你人开心的话 你就去做 然后有一些网友告诉我 或许你根本就不适合做极简生活 可是当初我跟我自己说 我现在比以前快乐啊 我当然适合做极简 我就是要做极简呢 然后我跟自己说 这或许只是一时的 就是一时的砍 过过就好了 我不要去理这些东西 然后就坚持住不满 坚持住以后 我现在我后来 后来就下一个月就完全正常 然后接着又出来 孙十一圣诞节新年 各式各样的打折活动 我都没有再心动过了 所以我现在差不多快一年时间 我是非常稳定期 这个就是我在几个非常 还有一个困难 还有困难就是 觉得自己选择少了很多 但这不算一个困难 就像我衣服现在少了很多以后呢 有朋友到我家里来看 他说这是你的衣柜吗 这根本就不是衣柜 就是这几件衣服 我说对啊 我就是没有衣柜的人啊 然后我就会说没有关系 选择是很少 有时候你会觉得自己 好像有点寒酸 或者怎么样 可是呢 我更开心了 因为我以前的衣服多的时候 我是出门之前 我会弄一个小衫在床上 就是会试几十件衣服 然后都不满意 都扔到床上去 因为出门时间比较紧嘛 然后就充充满床上 平时就是挑的那几件 然后出去了 回来的时候 我记得冬天都是那几件红色毛衣 然后回来的时候 就要面对那一座小山 船上的小山 开始一件件把它放回衣柜里面 然后有时候放不下 还要再塞回衣柜里面 再塞的同时心里就想 哎呀我哪一天要再去买一些柜子 我哪一天要好好整理一下 不但时间浪费了很多呢 而且就是有了那种选择性的那种 就是怎么说一种感觉 就是说哎呀怎么这么多衣服啊 老是每但是每次穿的 老是那么几件 心里也明白 可是也认不掉 现在的话呢 我一般一出门 我知道我要穿什么 或我做YouTube时候 我也知道我要穿什么 直接拿一下 就一套拿出来 然后放回去 超简单的 所以不要觉得说自己说 选择少了放 不要觉得说做几件以后 选择少了 之前选择很多 选择少是个好事 把你省掉 选择性困难 把你节省一堆时间 让我们生活过 更清爽 更快乐 好 那这就是我做几件以后 碰到的差不多十几个困难 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你们也碰到 同样的困难的话 你就回来看我这个视频 然后听我怎么跟你们说 然后看我是怎么 听听我是怎么挺过来的 没什么了 做任何事情 你都会遇上困难 不要让别人告诉你 放弃 或者你应该怎么做 你要知道 所有事情 世上无难 是只怕有心人 只要你选择了这个好路 你就把它走下去 你走下去 唯一不要走下去的理由 就是我现在更不快乐了 我做了这件事情 这根本就不是我自己 我根本就是 变成了我不喜欢的人 那你就quit 你就不要做 我没有必要勉强自己 做任何事情 但是我呢 做了这个以后 我觉得我这一辈子 都要做极简主义 极简主义对我来说呢 真的是改变了我的人生 不只是在物品上面 改变了我整个想法 让我更开心 更快乐 过得更清爽 然后从类到外的喜悦 我没有夸张 真的是我做一年的感觉 所以呢 我是不会 至少在这一刻 我是觉得我是不会放弃极简主义的 好 那今天的这个话题就聊到这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